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老挖为全画幅5版机身设计的35mmF0.95 超大光圈的定焦镜头 作为全球首款的35mmF0.95 这个焦段和光圈的组合给我带来一种非常特别的拍摄体验 明明是35mm的焦段 但是那个虚化效果又和85的感觉非常像 真的是有一点魔幻与现实交织的感觉 大家好,我是七叔 一个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个商业摄影师 内容创作不易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 老挖的Art系列目前已经推出了全画幅的E口 RF口和Z口的35mmF0.95和45mmF0.95 以及APS-C的X口E口IF、EFM和Z口的33mmF0.95 以及我之前发布过的M43卡口的25mmF0.95APO 又了解由于卡口结构的问题 马来松联盟的E口基本无源这个系列 接着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角 老挖的35mmF0.95 镜头采用了全金属的材质 9组14片的光学结构 包含一片非球面镜片 一片一地镜片和四片高折射镜片 如此豪华的配置下 重量也达到了将近750g 大约是两厅汽水的重量 激镜尺寸为72mm 直径为76.8mm 长度为103mm 原厂附带一个可以正反扣的金属折光罩 镜身采用了家族式的金属蓝色装饰环 加上黄色AX字一样的设计 总体外观匀称 并且具备老挖自家的特色 对焦环很宽 有着不错的阻尼感 对焦形成非常惊人 几乎接近一圈 对于F0.95这样小景深的镜头 这样的设计 有助于我们更加精准的对焦 大多数国产的手动镜头 都会采用外对焦的结构 那么老挖这款不太一样 它采用的是一个内对焦的结构 在实际测试过程中 即便是近距离的拍摄 呼吸效应也不是特别明显 光圈在无极的模式下 可以实现F0.95的F16之间的平滑切换 如果是图片的拍摄 也可以切换到有极光圈模式 精准的调节光圈环的大小 两种模式同时兼顾到了 视频创作和摄影创作的需求 保证操控体验的同时 也兼顾到了外观的协调性 画质测试中采用了 4500万像素的加强EOS R5 作为测试平台 F0.95下的中心画质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对比度略低 F1.2中心画质有提升 紫边的问题有所改善 F1.4中心对比度和解析力 都达到了不错的效果 在F2到F8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画质有一点提升 在F8到F16之间 画质有轻微的下降 在边缘画质方面 F0.95到F2之间画质略软 光圈输出到F2.8后 画质开始提高 从F4到F16之间 仍能有一定的提升 总体上从F0.95开始 就一直保持着中心高于边缘的画质 并且F1.2后 整体的画质会有明显的提高 作为一个超大光圈的定焦镜头 大多数情况都是中心清晰 边缘虚化的效果 应该是基于这样的设定 主要侧重于中心画质的优化 而边缘背景里的部分 就会被自然的虚化掉 得益于超大光圈 在F0.95下 入光条件里 可以实现更高的快门速度 和更低的感光度 F0.95比F4要大三档 比F2.8大两档 比F1.8还要大一档 如果说你在室内拍摄使用1分1秒 F4就是ISO16 F2.8就是ISO800 F1.8就是ISO400 F0.95就是ISO200 如果是夜管户外的夜景拍摄 ISO设置为400 F4就是1分1秒 F2.8就是1分1秒 F1.8就是1分1秒 F0.95就是1分1秒 F0.95算是应对弱光环机的一个物理buff 虽然说有一点画质的下降 但是比起使用高ISO和低速快门 带来的画质向降或者抖动模糊 相对来说画质还是要好很多的 特别是对于视频的拍摄 需要高速快门的时候 机身防抖是没有办法提供帮助的 那么F0.95的光圈 甚至可以让你在夜晚 实现升格画面的拍摄 在轴向色差控制方面 F0.95下可以看到一点色差 F1.2有所好转 F1.4基本消除 面对正面点光源时 F0.95下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光运效果 光圈收缩到大约F1的位置 这个光运就会消失 由于是15平夜轮的圆形光圈设计 光圈收缩到F4 F8 F16后基本不会出现星芒效果 而是一个30帧的太阳光斑 在F0.95下会出现一定的口径时 光圈收缩到F1.2基本消除 镜头最近对要距离为50厘米 放大倍率为0.1倍 在这个距离下 景身已经非常小了 并且可以带来非常强烈的虚化 使用这样前景身和强烈虚化拍摄视频 我们可以旋转变腰环 通过焦点的切换 从而引导观众的视角 由于这个镜头几乎看不到什么 呼吸效应 在我们使用焦点变换这个技巧时 不会出现画面突然的缩放 而产生突入感 可以让观众更好投入焦点变化的叙事中 除了旋转对腰环 主动调节焦点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焦点 旋转到50厘米 最近对腰距离 这个时候就能产生最强烈的虚化 和最小景身 我们可以在拍摄的过程中运动相机 在一个有纵深的空间里进行运动 由于35毫米的广角 可以带来一定的速度感 加上梦幻的虚化效果 也可以带来一种非常沉浸式的体验 这个镜头的焦外风格还是比较特殊的 在F0.95下 无论是特写还是中景 都能感受到比较强烈的虚化效果 如果是一般的35定焦 退到中景的时候 基本上会因为光圈比较小 虚化效果就会有明显的下降 而35毫米F0.95这样一个组合 有的时候甚至会让我觉得这不是35毫米 甚至让我觉得是在用中画幅进行拍摄 那么说到虚化效果 就不得不提到这个85毫米的焦段 构图很舒服 就算只有F1.8的光圈 较外虚化效果也很柔和 是我特别喜欢使用的一个焦段 但是用过85毫米焦段的小伙伴 一定都会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瞬间 那就是85毫米一旦遇到小空间 基本上就歇菜了 除了特写 其他角度基本都视展不开 而且因为背景太近 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虚化 反而会因为透视不够强烈 显得照片特别的平淡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换成一个35毫米的镜头 你们就可以适当的通过缩短拍摄的距离 增加背景的距离的方式 得到更多虚化 同时也可以让拍摄的空间 得到更多的氛围 在这样的基础上 如果把光圈扩到的F0.95 你将收获到一份梦幻与现实交织的美丽画面 老挖镜头一直有着非常坚挺的官方售价和二手市场价格 保值率也甚至超过了很多原厂镜头 在国产镜头里也算是一个比较硬气的品牌 这款全球首创的镜头 没有一味的追求画质而放弃实用性和市场 用一个国产50毫米F0.95的价格 给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35毫米F0.95的梦幻视觉效果 相对来说 F0.95的画质还不够锐利 但是对于弱光和产生虚化效果的能力上来说 基本上是目前同价位无可替代的一个选择 在F1.2后的画质也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这样的设定基本上可以理解成买了一个F1.2的镜头 老挖又送给了你一个F0.95的夜神模式 这个镜头比较适合喜欢扫机和拍摄氛围人像的摄影师和视频工作者 在营造氛围和塑造主次关系的能力上 应该算是目前数一数二的一个35毫米定要镜头 除了这个视频 你在我的主页还可以找到更多摄影器材教程和资讯 我是能拍会说的七叔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